也有叫旋转 不过我们漏掉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呢 在旋转的时候呢 这里有旋转 接下来有没有 第一个选要回转的物件 再来要选那个轴嘛 对不对 好那旋转完之后的话 其实角度0度好了 假设我其实0度 对不对 按Enter 那我要转90度好了 90度哦 你90度 这边输入法太别注意了 刚刚我同学遇到输入法这个的时候 因为外面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分开来的 把它切 有时候会造成你输入上的困扰 按Enter 好 转过来了 对 转过来了 就是转这个方向 好 那我同样的动作 把它Ctrl 自己复原 复原之后的话呢 我一样的动作哦 点一下 点一下 然后0度对不对 90度 我都没有变哦 动作一模一样哦 按Enter 你会发现呢 结果不一样 哎 你想说哎 见鬼了 再做一次 就是 就有同学讲哎 嗯 要旋转的物件 好 然后 要回转的物件它 然后这个旋转轴 对吧 也是0度 也是90度 Enter 哎 又上来了 你看 你想说 其实哦 其实哦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看心情呢 0度90度 好 Enter 现在应该也是在转 转这边 我跟你讲 在 0度90度 有没有 动作都一模一样哦 差别在哪里呢 对 就哎 回转轴有没有 你看一下那个 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CAT3D有这个特定说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点旋转轴 如果你点这边的时候 它就会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话呢 你就要把手拿出来 有没有